近日在浙江州山,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,装在口袋里的现金不顺散落在路面上,被好心人捡到后,如数奉还。 3月11日上午6点43分,一中年女子骑着电动车行驶过程中,一叠百元大钞突然散落。 后方三辆电动车随后停了上来,驾驶人迅速将散落路面的现金拾起,并交给了其中一人。 因为颠簸了,口袋里面的拉链没拉上,7000多块钱都掉落了,封了两笔,第一笔掉落6300块,都被后面开过了电面车的路人捡走了,捡走之后交给那个办事中心门口的保安,然后保安报警,然后我们民警到了之后,把钱拿回来,然后找到了施主。 施主是市民朱女士,当天一早她急赶着去市场进货,将7000元现金塞在了外套的口袋里。 三位骑电动车的人捡到的是6300元,这是其中的一笔,另外的700元则是掉落在了另一处飞机动车道上,被途经的一位公交车驾驶员捡到了。 那我想应该把它捡起来,然后因为我施主来找,找的话,我们是一个公司嘛,那找起来就方便一点吧,我把它捡起来,然后我叫到车队里,车上的乘客支持的。 当天下午,朱女士丢失的这7000元现金,分文不差地交还到了她的手中。